三個年你最愛吃的東西 過年默契大考驗 賴品瑜獨特濃厚 個人特色台語 講得很開心 只不過苦的就是曾文學了 過年我們嘗試的水果 水果 生生的 曾文學一邊聽 可以看到眼睛眨的速度 大概等於就是 腦袋運轉的速度 頭頂滿滿的問號 更是冒了出來 平常的時候 我們吃這個都是 長方形的 白色的 長方形的 暖暖的 我的送人 年糕 聽不懂 語言聽不懂沒關係 曾文學憑的是兩人的默契 甚至還有客語雙聲道 講出菜色名字 而準備進入下一關的時候 怎麼手摸起來了 對 這是我的手 把盤子在裡頭 手剛摸完 但是等到比賽一開始 兩人可沒有要領讓 我知道 好 我原 我知道 摸起來形狀是原寶 默契考驗 廝殺到最後關頭 有歡笑有放閃 當然也有輸家 好苦喔 這哪一家 運賭服輸 賴品與阿沙里 一口氣喝光光 但是比苦茶更難的 應該還是過年 面對長輩的連環問 什麼時候要結婚 什麼時候要生小孩 那我覺得這很有趣是 其實有時候長輩 也不是真的在催 他可能是關心你 那我就會說 太忙了沒有時間 那我之前都是說 今天我選舉 所以循環再做 那現在的回答 就是順其自然 雖然都表示 還是以工作為優先 不過對於未來 兩人也早就達成共識 而對於支持者來說 更是希望看到兩人 能有好結果 祝大家新年快樂 萬蘇如意 土被謀進